我吻他 往上去吻他 你跳在他身上去吻他 在那用吻 就很缠绵 吻就吻咯 有啥大不了的 我跟王海认为十年前的事 我们俩那一时已经吻过了 我们俩吻 老是吻了 我们俩好久没见了 他过来先吻的我 两个人就躺下了 动脚动脚 春天来了 又到了动物 焦烈的季节 第一次我们俩在眼内上 借吻的戏在十年前 是他过来先吻的我 我们俩就是 各种不好意思的 那你到底是谁 如此有魅力 居然令一项 大大咧咧的王子文同学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哦 是无理凯凯王啊 这么说来 这害羞也就情有可原了 but等一下 十年前 十年前我们的凯凯王 只有23岁 而你也只有19岁呀 说清楚 你俩这事 跟那个啥出吻沾边吧 我跟王海 出道以来的第一部戏 就是一起合作的 然后正巧我们俩 目的是已经吻过了 就已经有 我们出吻了 就 就还蛮熟的其实 第一次说我们俩 在眼睛上 借吻的戏在十年前 还有我们俩就是 各种不好意思的 就轻不下去啊 你知道吗 但最后他还是很勇敢的 是他过来先吻的我 然后我就各种就是 一副不好意思的就接受了这个吻 然后我们当时对斗的是 两个人就躺下了 躺下的那个镜头又在第一处就看到两个人的脚就看到脸了 然后我们俩呢 就不知道在干啥 你知道吗 就听到导演在那说 动脚 动脚 然后我们俩呢 那就是实际动自己的脚 然后其实我们俩在上面已经笑疯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动自己的脚 就在那很声音的动脚 厉害了厉害了 十年前青涩时在一起拍戏就这么激烈 那如今这十年后的欢乐送礼 曲晓潇和赵启平这对咖宝 是不是得上天呢 啊 什么 你说欢乐送礼讲的是 住同一小区二十二层的五个女神 欧女神经的友情成长励志故事 呼呼呼呼在开尔这些 我就想知道王凯大人和王子文女士 在这部戏里究竟拍了多少场吻戏 老吻呢 我们俩 哎呀 我都数不清了吧 反正挺多的 算多的了 嗯 他也觉得挺多的 因为他也很少拍那种吻戏 我其实拍的也少 之前我记得我吻戏最多的是红轩 原来演秦风这首 然后过了可能就是这个 跟王凯这一部 我都不太记得第一场戏是哪个情节了 我忘记了第一场戏是什么 因为吻得太多了 凯开王的粉丝们先不要忙着伤心 虽然这戏吻得多 但背不住我们的敬王 他是被强迫的呀 了解凯开王的同学们都知道 他是个多么绅士的蓝孩子 女孩子倒追 他还个礼节性的亲吻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你们说是吧 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赞同说 曲晓晓是倒追了赵医生 他只是主动出击 然后去撩赵医生 然后赵医生其实是 被曲晓晓打动了以后 主动吻了曲晓晓 然后后来这俩才就一拍而合在一起 那个总都在热恋了已经 我们已经在谈恋爱了 比如说那个地方是在医院 在工作的地方 他就觉得你别这公众场合 我在我医院里 这不检点这种行为 那曲晓晓是不管 他就说我就是要你闻我 好久没见了 众敬王妃们 咱们应该这么想 甭管是曲妖精撩赵医生 还是赵医生追去邀请 就算是乌立卡卡王氏主动吻了吧 那吻的也是同一个姑娘 再说俩人十年前就吻过了 这回吻戏再多 也该轻车熟路云淡风轻了 可 其实这俩人这回却 咱们拍那个戏之后 好像中途也没有太多的联系 直到十年后 再次见面 然后再次又演了一段 这是必须要沟通的 就是因为每一个吻 它都会不太一样的 就比如说你看我所吻的那一场戏 那那个就是点点心 点水的那种吻 就点了一下 但是在情境里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演之前 就会商量说我们怎么去吻 每种吻 代表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情 但是很快就我觉得就还算是习惯了 很快就不尴尬了 因为有过一次 不管经历是隔这么远 还是总比没有要强一点的 所以还好 反正最后就基本上可能就来得比较快 之前呢可能会 比如说现在对视开起预备的时候 还有点就笑场啊什么那种 之后就很习惯了 就是来又吻了 吻吧 别看这会儿说起剧中那些密密麻麻的吻戏经历 王子文小朋友的表现 一如他曾留给大家的荧幕印象 真是自然打得咧咧 但面对我们各种功力都高深莫测的凯凯王 小丫头这次却着实蒙圈了一回 有一场戏我记得 本来基本里完全没有吻戏 然后王凯突然一下吻了我一下 我当时就跳戏了你知道吗 立刻变成王子文了 就脑子全是蒙圈的状态 然后看着他 然后瞬间在第二秒的时候就回去了 因为我还挺意外的 我觉得就不像是王凯的一种状态 因为他其实有时候吻的时候 他还挺不好意思什么的 今天怎么回事 主动还加戏你知道吗 他一咔完就直接当时笑 觉得好像他的剂量被得逞了样子 因为他会很期待我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 看我怎么接你知道吗 当时一下我都不知道该说啥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该是笑还是 就不是瞬间就接不住了 挺逗的那场戏 后来好像我还算处理的 不是那么尴尬 虽然曾被老搭档 以这种特别的方式 考验到蒙圈的有点接不上 但这却丝毫不影响无理王凯同学 给子文留下的完美深知印象 毕竟在隐约触见细节才是展现一个人绝佳的方式 他有一次吻我过来看到我 然后是我吻他 这本乡写的我就抱着去吻他 但为了证明我很开心你知道吗 我跳在他身上去吻他 我就跳得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去了 然后正好我跳上去那一下 那个时候我是跟他说了 我说我要跳 然后呢 我突然忘记我穿了一个短裙子 特别短 你知道吗 那个镜头就在那转 我们是高速嘛 两个人在那用门 就很缠绵 那镜头这样转转转转转转转 王凯就非常去猛地把我裙子网 给我按住 让我当时也没有穿帮 我那一下也觉得王凯真的好好 就是我都没想到 我忘记我是穿的超短裙 他要不要按住 估计我就穿帮了 什么情况 我脚了 特别特别的疼 我跟王凯合作的 我觉得非常和谐 就是我在他身上没有什么顾忌 因为王凯很 他是个很绅士的演员 然后也很包容性很强 就不会有一些 就是对我的限制 因为人们演戏可能会 具于对彼此的尊重 会问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我可不可以这样 我可不可以那样 王凯都是OK的 原来私下的凯凯王 竟是一个如此随性相处舒服的男子 难怪 面对之中以祖风和静东为代表的 四位风格各异魅力出众的男演员 不论是屈小潇还是王子文 他们始终不为左洞 一心一意 当然了 在这个时代 高颜值也必须是型男制胜的绝对法宝 当然王凯是我觉得戏里是最帅的一个男演员 必须的 因为赵一生这个角色真的是毫无争议的帅必须 就是你看着他以后 你会像许晓晓一样 就不行了 就是真被他征服了 就因为他帅 就像安迪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赵一生 帅啊 没别的 是没别的呀 我就见他第一面就喜欢他了 我也不了解他 而且关聚儿也是 就某个女主俩喜欢他 你想他得多帅吧 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人 我就看到他 我那心脏就扑通扑通扑通直跳 可怜他是谁我都不知道 但他并不是一个三角恋 还够不成为了三角恋 关聚儿是 就一场戏剑 我赵一生中他有点单恋他 是暗恋 都不敢说出来 因为他 哪敢惹曲小霄呢 曲小霄多厉害啊 戏外的王子文 拥有默契无间的好搭档 戏内的曲小霄 拥有帅翻天际的赵一生 这姑娘简直了 请叫他人生大赢家 可在王子文的解读中 曲小霄之所以能够得到赵一生的爱 即使与他实打实的付出 分不开 曲小霄用了很多招数 去接近赵一生 但他没有特别就是 就是他直接的说我喜欢你都没有 但他就是用了很多撩人 就撩男招数 比如说想方设法 想方设法靠近他 然后呢 想方设法 让他记住你 然后呢 再想方设法 把他带出去玩 打动他 所以我觉得 曲小霄的长处是什么呢 就是也不是他的长处吧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的套路特别多 他是有计划的 对 是有计划的 所以为什么说 女追男是隔层杀呢 因为就是女孩子追男孩子 基本上都是用了这样的方式 如果都像体上这么聪明 用得这么好 我相信都会有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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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